往边听上去好牛逼有没有 觉得自己是往前口舌的有没有 哼 牛逼你妹啊 口舌你妹啊 花家少女的我就从此看上了不归路啊 想停就停不下来啊 人家的工作都是有阶段性 老娘每天更新停不下来 停不下来啊 对着电脑镜痛腰痛屁股痛 青春痘 对青春痘 连粉底都遮不住 满脸的青春痘啊 男友说你咋不化妆啊 整天素颜一点精神都没有 老娘知道呀 没时间呀 没时间呀 全更新内容去了呀 牛逼长了没人表扬 稍微一跌就被领导骂个狗血淋头啊 有没有 被牛逼压得都神经病危言了 还是停不下来啊 人家上网是吐个乐有没有 老娘上网是为了让人乐有没有 凤姐你妹啊 你就不能消停点吧 天天说来人的话 领导还要求必须随时更新 天天对着你这张蛤蟆里 看得像吐的有没有 我有点挺好 至少让我知道我是美丽的 人家公司停电了 好欢乐啊 可以下班啊 我们公司停电了 老娘只能一声哀嚎啊 因为回家还要更新啊 停不下来啊 停不下来啊 辛辛苦苦 学一妹的记事业的原创资讯啊 都能当当代女学者来啊 结果最后还不如一个关键词 放在某某明星的艳照上 转载流量钢啊 有没有动不动就是 你懂的 停不下来啊 停不下来啊 跟她发铁要下降了 怎么办 并着马甲自己发铁回铁啊 为了网站流量 停不下来啊 一天换两百个马甲 自己跟自己聊天玩啊 自愚自乐停不下来啊 老娘脱了马甲钱水了 老娘穿上马甲又出来了 这还是送到那张本山的小品啊 工作规定里写着必须二十四早 只能找到一人 靠老娘要停下来干点自己的事都不行啊 停不下来啊 即便是周末吃着火锅唱着歌 突然就有人跟你说 网站挂了 就算不是你的错也只能立刻上线啊 停不下来啊 PSDBT也就算了 跟老娘说要学编球啊 老娘要是会编球是当网编啊 领导你就不能体贴一下女性嘛 老娘是娘们不是爷们啊 就算你觉得我是爷们也不能当牲头啊 停不下来啊 停不下来啊 工作三年了就停不下来啊 化妆品都没空买啊 咖啡厅都没空去啊 跟男朋友打发都要担心 会不会电话响起 找我更新网站啊 整天老的死去活来 停不下来啊 停不下来啊